魁北克十大碧丸景点 魁北克省是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份 西林安大略省 东林大西洋 面积154万2056平方公里 是加拿大面积最大的省份 魁北克拥有850万人口 是加拿大人口第二多的省份 其大多数人口以法语为第一语言 魁北克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可以追溯到1600年代 当时他首次被法国殖民 从那时起 该省已成为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主要文化中心 并且拥有许多独特的文化景点 例如蒙莫朗西瀑布公园和魁北克老城 魁北克的经济主要依赖林业 矿业和水电等自然资源 他还拥有强大的制造业 生产航空航天部件 药品和食品等产品 此外魁北克还拥有迈吉尔大学 蒙特楼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学府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魁北克以其迷人的风景而闻名 包括山脉 湖泊 河流 森林和海岸线 以及蒙特楼和魁北克市等 充满活力的城市 为游客提供多种娱乐选择 魁北克 以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与自然美景相结合 成为世界各地旅行者的激动人心的目的地 这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魁北克十大碧湾景点 第十 萨格奈霞湾国家公园 萨格奈霞湾国家公园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区域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 萨格奈圣壤湖地区 公园位于萨格奈霞湾沿岸 这是圣约汉河辖长的入口 劳伦斯河从泰道沙克 绵延100多公里到萨格奈镇 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包括白金 海豹和多种鸟类 沿区成立于2000年 占地面积200多平方公里 它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海洋部分和陆地部分 海洋部分包括霞湾本身 及其周围的岛屿和河口 陆地部分包括森林 湿地 山脉和山谷 公园提供各种活动 公游客享受 如露营 远足 提滑艇 赏金 钓鱼 官鸟等 整个公园有几条小径 根据您的技能水平 从一到南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 更多关于公园的历史 和野生动物的人 还提供导游服务 萨戈奈霞湾国家公园 还拥有一些独特的地质特征 例如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 由冰川形成的深霞湾 这些霞湾为许多鱼类 和其他水生生物 提供了独特的嬉戏地 这些嬉戏地 在加拿大 甚至北美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该公园还有几个文化景点 例如 专门介绍当地历史的博物馆 和展示当地艺术家作品的 艺术画廊 除此之外 全年还举办多个庆祝当地文化的节日 包括音乐节和美食节 总的来说 萨戈奈霞湾国家公园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 适合每个人 无论您是在寻找户外探险 还是文化探索 这个公园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第九 佛里昂国家公园 丰尔隆佛里昂国家公园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公园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 加斯佩半岛的顶端 它是该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 以其圣湾的壮丽景色而闻名 圣劳伦斯 其崎岖的海岸线 和多样化的野生动物 园区始建于1970年 占地面积250多平方公里 它是各种生态系统的家园 包括北方森林 沿海沼泽 沙丘和悬崖 该公园还设有多条远足径 让游客有机会 探索这些不同的嬉戏地 并观察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如驼鹿 海梨 海豹 鲸鱼和秃鹰 公园还为游客提供露营 钓鱼 提滑艇 赏金之旅 观鸟之旅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弗里昂国家公园内 还有几处历史遗迹 包括由法国定居者 于1750年建造的Fort D 这座堡垒 拥有18世纪的原始建筑和手工艺品 让游客得以一窥过去 弗里昂国家公园 也有几个海滩 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夏日游泳或放松 最受欢迎的海滩是Grand Grave 拥有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非常适合游泳或浮潜 弗里昂国家公园 是任何想要探索大自然 或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的人的绝佳目的地 凭借其圣劳伦斯湾的壮丽景色 和多样化的野生动物 难怪这个公园 如此受世界各地游客的欢迎 第八 黄家山公园 黄家山公园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楼的大型城市公园 它位于黄家山的北侧 这座山海拔764英尺 与这座城市同名蒙特楼极为中古法语 黄家山 该公园由设计纽约市中央公园的建筑师 Fabrik L'Ownstad设计 公园占地200多公顷 包括森林 草地 溪流和池塘等各种自然景观 公园拥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 包括200多种鸟类 还有集中小型哺乳动物 尤其有一群缓凶很受欢迎 该公园还包含多种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公园为游客提供许多休闲活动 包括从简单到困难的远足近 整个公园还设有自行车道 以及带桌子和长凳的野餐区 供游客放松身心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整个公园还有几处纪念碑 例如Condéronque Belvedere 从海拔800亿市英尺的山顶 可以欣赏到蒙特楼市中心的壮丽景色 黄家山公园还全年举办许多活动 例如夏季的音乐会和冬季的户外滑冰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还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黄家山公园的历史和生态的游客 提供导游服务 总的来说 黄家山公园是任何想要逃离城市生活 或寻求刺激的户外探险的人的绝佳去处 凭借其多样化的野生动物和娱乐机会 它一定会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第七蒙特楼植物园 蒙特楼植物园是魁北克省蒙特楼市中心 一片广阔的绿洲 它成立于1931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之一 拥有超过22000种植物 分布在75公顷的土地上 花园分为10个不同的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主题和植物收藏 从日本花园到中国花园 再到高山花园 游客可以探索各种不同的景观和生态系统 蒙特楼植物园 还拥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温室 主展温室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热带植物 而中国馆则收藏了来自中国的珍稀冰维物种 昆虫馆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昆虫 而水生温室则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水生植物 除了这些景点 游客还可以探索主题花园 如玫瑰园和飘香园 蒙特楼植物园 还为儿童和成员提供教育课程 从导游到园艺技术工作坊 有很多机会了解更多关于自然和园艺的知识 除了教育项目外 全年还举办各种特别活动 例如庆祝世界各地 不同文化和传统的音乐会和节日 蒙特楼植物园是一个全年都值得游览的美丽地方 无论你是想在大自然中宁静漫步 还是想获得有关园艺的教育体验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花园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第六 Park Omega野生动物园 Park Omega是一个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贝罗的野生动物园 该园区拥有70多种动物 包括狼、野牛、鹿、麋鹿、熊等 游客可以步行或驾车游览园区 原方为游客提供各种活动 例如导游、教育计划和与动物的互动体验 园区成立于1975年 占地面积500多公顷 它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 森林区、草地区、石地区和湖泊区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 为不同种类的动物提供嬉戏地 游客可以从观景台或在导游的带领下 在自然嬉戏地观察这些动物 园区还为儿童和成人提供各种教育项目 这些项目指在向游客传授保护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嬉戏地 该园区还提供与一些动物的互动体验 例如用手围路或从栅栏后面抚摸狼 Park Omega全年开放适合所有人 无论您是寻求教育体验 还是只想在自然嬉戏地观察野生动物 Park Omega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第五 Jindrapo公园 Jindrapo公园位于圣保罗的两个岛屿上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罗的劳伦斯河 该公园以蒙特罗前市长Jindrapo的名字命名 拥有多个景点 包括蒙特罗生物圈 Laran游乐园 斯图尔特博物馆和蒙特罗赌场 该公园是为1967年 在蒙特罗举办的世界博览会Expo67而创建的 67市博会结束后 这些岛屿于1970年改建为公园并向公众开放 从那时起Jindrapo公园就成为了蒙特罗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公园分为两个主要区域 圣海伦岛和圣母岛 圣海伦岛是Laran游乐园和斯图尔特博物馆的所在地 Laran拥有40多个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游乐设施和景点 包括过山车、水上游乐设施等 斯图尔特博物馆通过其展品和手工艺品 让游客以互动方式了解魁北克的历史 圣母岛是蒙特罗生物圈和蒙特罗赌场的所在地 生物圈是一个环境博物馆 致力于教育游客 了解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环境问题 蒙特罗赌场让游客有机会 在五层楼的3200多台老虎机和100张赌桌上 是试运气 Gindrapo公园还提供多项户外活动 例如自行车道、步行道、海滩、野餐区、游乐场、船只租赁 钓鱼点、户外音乐会和全年的节日活动 游客还可以在Lack Death Dolphins参加各种水上运动 如皮滑艇或桨板冲浪 或乘船或直升机游览Gindrapo公园 享受难忘的体验 总体而言 Gindrapo公园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 无论您是想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度过激动人心的一天 还是只想在户外放松身心 欣赏蒙特罗市中心的壮丽景色 Gindrapo公园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Mont Tremblant Resort是世界著名的滑雪圣地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劳伦山脉 它是北美最古老的滑雪圣地之一 于1939年开业 度假村位于海拔875米的蒙特朗布朗北侧 度假村提供各种适合所有年龄和技能水平的活动 对于那些想要滑雪的人来说 蒙特朗布朗拥有超过95条小径 分布在四个不同的区域 北侧 南侧 Versant Solail和Versant Nord 步道范围 从初学者到专家水平 并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度假村还拥有两个地形公园 为那些希望练习技巧的人提供跳跃 铁轨和箱子等设施 除了滑雪和单板滑雪 蒙特朗布朗还提供雪鞋行走 滑冰和雪地摩托 说到住宿 蒙特朗布朗适合每个人 从豪华酒店到舒适的小木屋和公寓 有很多选择 可供游客在游览度假村时 寻找住宿地点 度假村各处还设有多家餐厅 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美食 蒙特朗布朗也是全年举办许多活动的举办地 包括慕尼黑啤酒节 和蓝调音乐节等节日 以及当今一些大牌明星的音乐会 在冬季度假村还会举办一些特别活动 例如冰雕比赛和烟花会演 无论您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 造访蒙特朗布朗滑雪圣地 您都一定会获得难忘的体验 凭借其迷人的风景和广泛的活动 这个滑雪圣地自1939年以来 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 圣安尼圣母大教堂 圣安尼圣殿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圣安尼圣殿镇 它是北美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每年有数百万朝圣者前来参观 大教堂建于1876年至1901年之间 根据基督教传统 献给耶稣的祖母圣安尼 大教堂是一座巨大的石头结构 有两座高达100多英尺的塔楼 内部设有美丽的彩色玻璃窗 华丽的雕塑和复杂的木制品 主祭坛由大理石制成 有一尊圣安尼抱着婴儿耶稣的雕像 还有几个供奉各种圣人 和其他宗教人物的侧坛 大教堂已成为重要的朝圣地 因为它与许多归因于圣安尼的奇迹有关 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在它的神社祈祷治愈或其他恩惠 许多人认为 如果他们去大教堂朝圣 他们的祈祷会比在其他地方祈祷 更快得到回应 大教堂也是当地社区重要的文化中心 全年举办音乐会 艺术展览和其他活动 此外它还是儿童和成人 进行宗教教育的场所 圣安尼圣母大教堂 已成为魁北克及其他地区 信仰和奉献的标志性象征 其美丽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 使其成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每年都有数百万朝圣者前来向圣安尼致敬 并寻求他对他们生活的调解 无论您是在寻找精神之影 还是只是想体验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 参观这座宏伟的大教堂 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第2 蒙莫朗西瀑布公园 蒙莫朗西瀑布公园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 它位于魁北克市以东的蒙莫朗西河沿岸 该公园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蒙莫朗西瀑布 它比米亚加拉大抱不还高 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公园占地超过300公顷 为游客提供各式各样的活动和景点 游客可以探索公园的许多小景 欣赏瀑布和周围景观的壮丽景色 沿途还设有多个观景台 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瀑布美景 公园还设有空中缆车 可将游客带到瀑布顶部 欣赏更壮观的景色 在顶部 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吊桥 可以欣赏到瀑布两侧的壮丽景色 游客还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例如钓鱼、滑皮滑艇、滑独木舟 以及在瀑布底部的两个游泳池之一游泳 除了自然美景 蒙莫朗西瀑布公园 还有几处历史遗迹值得意游 Store Frontenic是一座19世纪的城堡 位于俯瞰蒙莫朗西瀑布的悬崖顶上 它曾被法国殖民者用作军事要塞 现在作为游览魁北客室的游客的旅馆 其他历史遗迹包括法国殖民者 于1690年为抵御英国入侵而建造的 诺瓦罗堡和魁北克城堡 这是英国军队在占领魁北克市期间 建造的18世纪防御公式 蒙莫朗西瀑布公园 也是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 例如海梨、水榻、鹿、狐狸 以及老鹰和鱼鹰等鸟类 公园还有几个野餐区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用午餐或晚餐 同时欣赏蒙莫朗西瀑布的景色 或探索其众多小径 总的来说 蒙莫朗西瀑布公园 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奇观 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从壮丽的景色到历史遗迹 再到户外活动 使其成为加拿大最受欢迎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 第一,老魁北克城 老魁北克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墙城市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 它是墨西哥北部唯一的设防城市 也是北美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魁北克老城由法国探险家 塞缪尔德·尚普兰 于1608年建立 并于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就魁北克市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上城区和下城区 上城区位于Cap Diamond顶部 这是一个俯瞰圣河的陡峭悬崖在劳伦斯河旁 而下城区位于其底部 城墙建于1690年 以抵御英国入侵 至今仍屹立不倒 使旧魁北克城成为北美保存最完好的防御公式城市之一 老魁北克城的建筑 与其狭窄的鹅卵石街道 石头建筑和断铁阳台 反映了其法国殖民历史 石头Frontenac是一家建于193年的红尾酒店 是这座城市历史的标志性象征 俯瞰着圣彼得堡 从Cap Diamond山顶俯瞰劳伦斯河 其他著名地标包括Plaze Hotel 一个拥有可追溯至1608年的历史建筑的室外广场 Notre Dame des Victoires教堂和魁北克城堡 这是英国人于1820年建造的新型防御公式 魁北克老城拥有许多文化景点 例如文明博物馆 收藏了原著名文化的文物 国家美术博物馆 展示加拿大艺术和法蜀美洲博物馆 展示法裔加拿大文化 全年还有许多节日 包括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魁北克夏季节 魁北克老城以其丰富的历史 令人惊叹的建筑 充满活力的文化和沿街的美丽风景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探索空间沿着劳伦斯河 无论您是在寻找浪漫之旅 还是家庭度假的教育体验 老魁北克课程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看完了 动动小手按个订阅哦 如果有想去的国家和地方 也可以告诉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